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得很紧当天的事他们就当天说了 但是也有的时候觉得很奇怪 这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他们怎么还在猜会不会发生呢 是吧 那天这个叫不神了 闻到最近你已经被封为大仙了 你知道吗 修行有道啊 是啊 你知道那天我开了一句玩笑 他们在网上就讲 我们那天播的那一集 讲乔布斯 还没消息还没传来 我们就讲美国说游行啊 悼念乔布斯什么 Jobs We want jobs 要工作要工作 就开这个玩笑 然后当时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他这个乔布斯发了这个iPhone4s 我说这个是乔布斯不在了 后来你就说了一句 你说你是说他死了吗 一语成诚 所以那个 当天晚上好像就传 当天晚上 当天晚上 闻到讲话很灵验 很灵验 因为香港我不晓得 内地有没有这样说法 香港有一句话说 童子口啊 只有处男的 讲到预言才会准确的 处男 我这修行还能够修回处子之身 我觉得那个修行 那个魔补全了 可能我这样想 可能修行的时间是这样算的 当你修行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以前所有的记录全部抹清 全部抹去 所以你就是处男 一讲话就讲 但说回来你知道 这个乔布斯是修行人 他姓佛 他在加州那边有个禅宗中心 是学日本禅 学了十几二十年了 修禅 但是有时候也不禁让人觉得感慨 你就说我现在做的 跟乔布斯做的一样 我说吃素 就是不吃肉 听医生的话 健康 那你看看乔布斯 对啊 几岁 不抽烟 几岁 你说这该怎么解呢 没有 就像你说 有时候节目不能做得太近 努力不能太近 像当年创立苹果的时候 他们三个拍档 其中一个有百分之十的股权 他当时加入了之后 一起创业一年之后 用2300块 不是300万 2300元美金卖掉 卖掉他的考虑就是这样 他看到这个 他明知道这个以后 一定会大红特红 大卖特卖 可是有个前提是说 你一定要把你生命赔进去 他才能大卖 所以他当时就说了 我假如不卖 我可以啊 可是我不卖的话 我以后就会变成最有钱的死人 躺在坟墓里面 我最有钱 赚了钱很快就死掉 结果给他不幸为严重 乔布斯很有钱 很有影响力 教主 可是50来岁 好像听说 这个新闻说 其中也是因为太过努力 太过卖力 是 我觉得要不说这个 这个天啊 这个完美啊 可能不属于人间的东西 所以你看 如果人类当中有一个人 你要求完美 天会摧毁你 就是跟这个相冲 我就发现 所以为什么 我有时候觉得 也许我们大陆人民 才是活得最人性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啊 不是像香港人 那么严守规矩 不是像那么严密啊 但是呢 未见得 我们不是获得了一种解放 一种自在 你知道吗 你看印度 是吧 你可能是不干不净 但是他也吃了没病 对吧 你这乔布斯这个 哎呀那天我还听一个医生讲 说晚餐呢 千万别吃肉啊 哎呦 讲的那就好啊 就说 你知道吗 你啊 这个 你晚上吃了肉 你哎呀吃饱了 躺在床上睡觉 你就很舒服了 你没想到 你的胰腺呢 你的胰腺正在叫苦啊 他要消化分泌什么 消化你的这个肉啊 你就是会得什么胰腺 哎呀 我说 好像乔布斯怎么回事 根本素食者 这怎么也一线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球完美 所以永远像是 人类啊 就是像像是 我觉得像是什么呢 恨天 矮子恨天高啊 就是 老想够 就不属于我们这个物种的一些个 极致的境界 但是有的时候 真的是 你看我 我要不是说文道理灵验 有时候他们就说啊 你看那个 霍金 为什么天残地缺的 得那个病 那家动小宇宙的这个 奥秘 你瞧瞧 那我又得什么病 你小心 你小心 但是当然 就是我们就景仰 霍布斯 不是霍布斯 这个 乔布斯 乔布斯 有两句话 是我比较喜欢的 我特意啊 打上这个字幕 来来来来 咱们咱们来缅怀一下 你看他说的这个话 我特别喜欢 他说啊 如果你是个木匠 正在造一个漂亮的五斗厨 你是不会在柜子的后面 用三合板的 哪怕那一面是对着墙 没人看见 可是你知道他在那 所以即便是在柜子后边 你也会用上好的木材 为了能在晚上睡个好觉 你会在审美和质量上 自始至终争取做到最好 你看 没想到是花花公子 当出来的 咱们再看下边 他的最好是什么呢 我们要把这个屏幕啊 这个触摸屏啊 漂亮的 让你想舔一舔的这个程度 其实他说的这个 就是中国的这个名式家具啊 你去看看 那真的是啊 要是黄花梨的 你去看看 你去看看 你去看看它的背板 那怎么会用三合板呢 但是 但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点 就我们通常说苹果东西好漂亮 美学上有讲究啊 我觉得这里面还有点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他的这个简约 大家都知道 他喜欢白色的东西 他喜欢这整个设计 当然他现在这个主要的设计 是因为他找到一个非常好的 那个设计师嘛 那个IFAS 那但是这也是很配合 他自己的美学观念 他那个美学观念 叫非常的简约 极度的简约 而这个简约 我觉得最有趣 就苹果产品啊 他的所谓设计 不只是外壳的设计 还包括功能的设计 也是极度简约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看iPad 大家一直诟病iPad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他不能够装那个手指 不能装USB 他不能够接这个LAN线 就是那个宽屏上网线 新的这个Mac Air 这个最小的那个笔记本电脑 他不能够进光碟 而且他过去的光 就算有光碟机的苹果电脑 也从来不能够用蓝光碟 这就很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电子产品 总是希望功能越多越好 对不对 希望让他越方越越好 苹果一直以来 都有个很怪的现象 这十年来的产品 就是他很多大家觉得 他该要有的功能 他就是没有 他为什么没有呢 就是他的功能上都简约 简约的理由是什么呢 也是一种乔布斯式的完美主义 因为他认为光碟是个被淘汰的东西 我们干嘛要用光碟 或者USB也应该是不必要的东西 因为我们将来都是云端计算 对对对 所以他总是认为我做的这个 才是真正未来最重要的东西 凡事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就算现在大家需要 我们不要装 如果老百姓顾客说需要 我们应该告诉他们 那不是你真正的需要 我比你更懂你真正的需要 教主 教主 因为他从一开始苹果电脑 他制成一个系统 他总是要别人来跟我 我不要跟别人 不管他是运作系统 还是美学上面的卸计 所以就算他自己弄了一个系统出来 他看到其他比方说微软 他弄了另外一个系统 通常大家也觉得那个很受欢迎 我就跟了 他不是 他教主 我就要想在我这个系统里面 我再走一步 我要你来跟着我 要你转过头来跟我 就像那种视觉化的界面 所以你看家辉怎么跟 一直忍到乔布斯死了 他才去买一个iPhone 第一部iPhone 因为我就 我不是纪念他 我是那个怪怪的 我做人 我很讨厌被某一种东西拉着我走 控制住 因为我看到每个人都追着他 身边所有朋友追着他 我好几次过往三四年 想换他们的手机电脑 我就一直忍住 我心里有个很黑暗的想法 忍到你去了 我才买 结果我后来做了 说起来有点 被你诅咒死了 也有点刻薄了 那诅咒是你不是我 那终于后来他去了 我当然觉得很敬仰这个人 可是我另外也很高兴 第一件事情就去买了一个iPhone 那不是纪念他是 不是那个 我终于 不是4S 那个香港还没卖 对 我就是在等你 终于等到你去了 我就去买你的产品 这是一种黑暗的欲望 那不太好 那你现在还不会用呢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 真是中国某地政府 我忘了什么地方了 现在推出啊 要投资1500万 要搞这个系统培养乔布斯人才工程 我跟你说 要成批成批的 这绝对不可能 要培养乔布斯 中国我看10年内都不会出这种的 理由很简单 为什么我们看乔布斯的这个经历 他是大学退学 然后他是凭爱好 你记得他那个访问有句名言 包括Bill Gates都说过 因为他这回去世之后 Bill Gates就马上悼念他 那维远也下半期 因为当年是竞争伙伴 但是又是老朋友 他们那一代人 他们都说得很清楚 我们当初做这件事的时候 没人想到赚钱 我们喜欢 就觉得爱干 对 就没人想到是能赚钱的 一开始 那这还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什么呢 像他们那种反叛的人 都是中途退学的人 在中国你大学中途退学 你就完蛋 首先 那中国会出什么样的人呢 中国会出的人是这样 他大概是像清华这种好学校毕业的学生 很聪明 很能专营 跑到美国念了个学位回来 搞IT 搞互联网产业 怎么搞呢 就可能看美国又出了个什么新玩意儿 我也照学一个中国版 就等于像美国有YouTube 我们有优酷 你有Facebook 我有同学网 你有推特 我有微博 你有白宫 我也能建议 对 没错 搞了之后 这时候呢 你可能透过自己的关系 背景 搞了笔钱 搞上市 越搞越大 又由于国家的防火墙 或者国家会自动帮你挡掉外国竞争者 你不用去跟那么强大的YouTube对抗 那么强大的推特 Facebook对抗 你就在中国市场搞 又由于中国市场太大了 你光在中国市场搞 搞大了 你就垄断 你中国市场这么大 你最后会很有钱 你很有钱之后 你可以回去收购苹果 这是中国的乔布斯 我们汽车都跟谁啊 都收购了沃尔沃了 对啊 是吧 就是这个搞法 对没有 中国我们都承认有很多人才 可是问题是人才不能这样来培养出来 出不来 人才你就要去面对那个市场 然后自己找个方法 可能经过很多次的很严重的失败 那不是能够培养的 就像现在Jobs的接班人 也是他hand pick 他自己用手挑的 那个库克 Tim Cook 他自己挑了 他当时面试了好多人 然后最后说认定这个 我就是要叫人 这个就是人才 可是现在他自己挑的Jobs来挑的 也经过蛮多时间去培养他 现在刚出来 好像反应也没有很好 还是有人经常觉得说跟Jobs还是差很远 那当然 但他是很能干 其实苹果的销售网络是他建立起来的 可是做了整个创意 整个想法 他目前还没有机会来展示 而且不要忘记另外一个例子 那个Disney 迪斯尼 1966年那个老板去世之后 也是一级大家非常担心接班人的问题 他去世以前也是挑了一个 后来再有其他人出来竞争 也经过了13年 整整13年的磨合 才真的有另外一个接班人 大家才公认 真的能够把Disney再往前推一步 所以大概我们预期 这种情况都要再等好一段长时间 才能看到 就是你就看到个人在历史当中的这个作用了 就是一个人 就像梅兰芳对于京剧 你慢慢就是处理着天生地养 就出来这么一个 一下子就把一切 但这个我觉得我们要这么考虑 是一个人 但也是有环境的 梅兰芳那个时候 是中国京剧的游戏以来最高峰 那个时候为什么是最高峰 我常常有这么一个讲法 是因为当时中国的京剧观众数字很大 水平太高 那个时候随便一个票友都很厉害 就等于像19世纪的维也纳 每个观众其实自己都会弹钢琴 实惑 对 你李斯特在上面谈 你得比我谈的好多少 我才愿意给钱来听你谈 那同样的 Steve Jobs他们这一代 Bill Gates他们这一代 也是一代的环境 有一整代的东西打上去的 他总是一代 你没有注意这些人物 他不是一个一个来的 文艺复兴也是这样 人总是一代一代人 一群一群人出现 但是你说当时爱因斯坦 弄出他那个相对论的时候 那个时候纽约报纸不还说吗 说世界上是不是有能懂得他这理论的人 能不能超过五个 后来爱因斯坦说呀 爱因斯坦讲 说你们那都是开玩笑 说凡是有这个基本的物理学的数学的人都会懂 都能够明白 那个时候还说呀 他有一个什么叔叔 跟爱因斯坦坐一路的这个火车 听爱因斯坦讲了一路 到站之后 这记者问他这个叔叔嘛 说你明白了吧 他叔叔说 我听了一路 我终于确信 他自己是明白了 我就说 他的知音也很少啊 有些东西 就是知音非常少的呀 是的 但是我讲是人出现的那个背景的问题 而且我想很重要的是苹果这个东西啊 我想说回他建立整个苹果帝国啊 这背后让我学习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 这个教训是什么 因为我很记得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是微软的天下 当微软跟IBM在统治天下的时候 用苹果系统的人跟电脑的人很少很少 而当年用苹果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都是一群知识很高的人 一些设计师 一些音乐家 一些艺术家 觉得我跟你们那些办公室里面 做格子办公室枯燥白领 全然不同 我们讲艺术 我们是反叛 我们反建制 对不对 我们酷 我们帅 而苹果那个时候的广告 Steve Charles一回苹果出的广告里面 出现的一些人物是什么的 马丁路德金 甘地 都是这种鞋 所以你觉得苹果就是一个反建制青年 该用的电脑 打击微软的垄断 但是闻到他当时有个吊诡的地方 是的确是这样 上他做很多广告 1984 对啊 打倒老大哥 但是问题是说你反建制青年用的电脑 可是他特贵 他比P是贵太多了 像我 他80年代 我在美国留学 在台湾 后来去美国留学的时候 他比安约那个贵多了 苹果是第一个贵的 我们基本上有个同学 我去记得那时候有个女同学 用苹果电脑 我们在背后 大家说谁要追到他 不是为了他 是为了他的苹果电脑 因为我们买不起这个电脑 特贵 然后也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但这里面有一点 为什么他贵 反而觉得是反建制 正正因为工业化的生产 才会便宜 你有个性的东西 比如手做一个老师傅 做一个杯子出来 跟你大量的资本家生产的东西 肯定价格不一样 但是后来 我说为什么这是个教训 就是因为当你看到这个产品 它终于红到一个程度 是称霸全球了 第一 它已经没有过去那么酷 第二 它本身就是个垄断集团 对 它那么多代工工厂 像富士康 死了那么多人 出那么多问题 薪水那么低 它压我们中国的工厂 那个利润压到那么薄 那这时候 它就是一个 大家原来仇恨的那种资本主义巨无霸了 这就是 这就是世间轮回的规律 一个人必会走到他的反面去 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够信任 资本市场里面的某个品牌 以为他是反建制品牌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那天我们讲这个个人隐私 我讲了一句话 但我说没有时间解释 就是我也有我的科学发展观 我的科学发展观 你听起来你肯定觉得胡说的 但是呢 我可以借乔布斯解释解释 我就说啊 这个我们要发达 两件事 你这个窍门 我个人觉得 第一 你能把个人隐私权 当成第一权 第二 你能让一个人 那干他的本职工作 是他收入的最主要部分 就是最多的钱 是他本职工作 这是我解决社会问题两条 你看 为什么我说 你像这乔布斯 我就反复注意到 多篇报道当中讲这个人 说他极度重视个人隐私 对 所以大家一讲隐私 不要老讲成什么明星啊 或者什么什么 这就意味着啊 有一个自己的世界 这个东西对于创新 对于什么 人你要能让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 可是在咱们这个拥挤的国家里 我觉得啊 私人范围太经常的 肆无忌惮的 遭到侵占 就像一个孩子 一个学生 你想想 他从中学到大学 从他的父母到老师 多少人在打搅他 在打搅他 你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你得参加那个 你得参加那个 你看他美国不上学 不上学了 愿意自个家里待着 大家都尊重你的隐私 你的爱好 于是我可以自己把自己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觉得只有这样啊 才是创新之道 这个是越来越不容易嘛 像我们讲到电脑的话 现在电脑上iPhone好了 我刚开始用了这么几天啊 就是那个刚开始我是拒绝的 不管你用什么软件啊 他都是问你准不准许他 允不允许他来知道你的位置 对不对 我刚开始都拒绝了 说我干嘛要给你知道 到后来这一两天我都允许 我都允许了 就等于是说把自己的隐私 透露出去 为什么呢 方便 你慢慢会改变你对隐私的概念 你现在在你老婆的手机上 你是个红点 就在我们家 这个完全都能做得到 真的吗 当然 我也是别人手机上 送给你 我现在好几个人在我手机上是红点的 你知道吗 他们玩的这个东西 就是你允许不允许 你一旦允许 他知道你在一百米开外 但也这也要另外再装一个东西 那我老婆一定会装 你放心 对 你看 我说我的意思 我就可以解释 就是中国人 你自己的爱好 和自己的哪怕是狂想的一个路线 你发现没有 经常受到打扰 经常被别人打扰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不太重视你个人 就对个人的东西 一般往往采取一个蔑视的一个态度 但反过来讲也成立 就是我们不只不注重个人 我们也太注重他人 没错 就比如说为什么 微博上面写个东西 很希望有人关注你 没错 很希望看看人家怎么回应你 我们很希望看人家怎么说我 我们很太关注他人 哎呦 那个自卑的人 他就要在别人眼里 看见别人羡慕他 我混得不错 就以此为止 所以你又能够下了全部 我就一条心死一条心 你们说什么我不管 我就这么走下去 就别有洞天 有时候我放着喜欢看别人的反应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我觉得获散影响力 我签你 我签你